我要到你的餐桌吃饭 我要在你的枕上睡眠 彼是藤蔓开出花朵 炉火为我们驱寒 1980年代曾淑美出版了第一本诗集 《坠入花虫的女子》深受瞩目 很多首诗风靡一时 包括《昏歌》这一首 诗中的女子说 我要到你的餐桌吃饭 我要在你的枕上睡眠 我要做什么做什么 显示女子的自主性 诗中的女子又说 任你到我怀中生病 任你在我法上玩耍 任你如何如何则是为爱而承受 前者统领日常生活 后者则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对方 这一首诗的第一节后两句 彼是藤蔓开出花朵 炉火为我们驱寒 藤蔓有缠绵相依的性质 藤蔓开了花 代表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炉火驱寒 则显示此刻有了共主的家庭 共有了炉火 拥有了温暖 这两句的意涵 也令人联想到诗经官居篇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男女相思 经过一番交往 忠于情色有之 忠古乐之 第二节的后两句 彼是雨水洗尽忧伤 阳光为我们打扫被窝 雨水是从天而降的 在情思上也叠应了两眼所流的泪水 人生免不了有忧烦哀伤 但如果能够彼此扶持安慰 雨过 天就会清 阳光露脸 就可以将阴师一扫而尽 诗篇结束在被窝的场景 十分的迷人 被窝晒得暖哄哄的 两个人在被窝里相拥而眠 必定是相亲相爱的人 曾淑美的《婚歌》只用了八行 却是无语伦比的练歌 因为语言十分的清澈 情感十分的炽热 意象十分凝炼 这首诗如果普成曲 唱成歌 应该会是孟德尔颂的 结婚进行曲之外 很适合在婚礼搭配演唱的诗歌 这一集我们先听诗人曾淑美 朗诵她的诗《婚歌》 下一集我还要介绍她第二本诗集 《无仇君》当中的另一首诗 《婚歌》 我要到你的餐桌吃饭 我要在你的枕上睡眠 彼时藤蔓开出花朵 炉火为我们驱寒 任你到我怀中生病 任你在我法上玩耍 以时雨水洗尽忧伤 阳光为我们打扫被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